仅仅只是这一生 使有两千多人遇命于此 住口 对以大怒不已 他本来就设什么人可用 对方居然还这般肆无胆的杀人 他喊道 那方尘已经跳入血池当中 必死无疑 你无须再杀人 血池 蛇灵老祖来到他身旁 望着那年轻而又腥臭的血池 满脸厌恶 真露进去了 他问 没错 我让他们过来 他们却是毫不犹豫地跳入其中 明显就是做贼心虚 必定就是你口中的那个方尘 若你不信 也可杀光这些后入之人 但我的人不能杀 他们也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我敢肯定 那二人中必定就有方尘 而且跳入其中 十死无生 方已道 尽管面对是一尊物神大能 但他并不畏惧 而这也是他最大的让步了 哼 蛇灵老祖冷呼道 就算他跳入血池当中 也不一定会死吧 这里面都是死人玩意 怎么可能死的了 然道 不 他必死无疑 就算是我跳入其中 也是十死无生 此处祭坛乃是斩龙脉 可并非其他祭坛 可相提并论 封义要什么 斩龙脉 蛇灵老祖恶然 没错 就是斩龙脉 封义斩钉截铁地说道 蛇灵老祖突然放声大笑 这世间居然还有人觉得 能够斩龙脉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你们这联盟这般可笑吗 如此依然还是阻止人族争顶 笑死我了 身后蚂蚁等人也是面面相 觉得封义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龙脉如此无序之物 怎么可能斩得了 封义大怒 这般讽的语气 他不知已经经历多少 此次却又再度经历 带我斩断人族龙脉 看谁才是真正的小丑 他倾经抱起的言道 蛇灵老祖冷笑 道 我可不管你能不能斩龙脉 今日这里的所有人都必须死 茶坛也不能留 那方尘天命不凡 我若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尸体 绝不罢休 说完 灵力再度聚集 准备动手 封义怒意更胜你 不能回我茶坛 十大罐运光目闪动 所有阵法尽数开放 星光里 谁都不能毁掉我的心血 就算你是误神也不行 他竟然打算对后一尊误神 灵老祖冷驾 道 难道你不知成就情神 任何的阵法 对气已经无用了吗 下一 他恐神尖发 一枚枚神文展现 刚刚还耗落荡落的阵法之威 宛如遭受到致命打击 纷纷开始 可灵老相还未露出得意笑容 却见四周血须涌动 向着他面而来有都间四周 尽数被血笼罩 就连他的神识 竟然也受到了影响 而封义 也缓缓没入血雾当中 消失不见 怎么可能 对方明明只是灵海填锋修为 按理说 自己神威展现 对方就该和尚力他们一样 承受不住才是 咦 也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年有一件事情 曾经轰动鼎域 一位物神静大能 差点就栽在一位灵海静手中 尽管他们被此事道姓 而那位神也是因为 神以轻心才如此 但这事情 还是轰动一时 而那位灵海的名字 似乎就叫风仪 竟然是那个锅子 他骂一声 但并不太过担忧 自己乃是物神静大能 可不会像那位般 对其有任何的怜悯 既然你要挣扎 那我就让你明白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的挣扎 都会显得如此的弱不堪 说完 他手中黑气荡 一幅出现在手中 与普通不同的是 这魂浮开飞是血红色 或是绿色 而是整体漆黑 其中蕴含的燃气 更是不比此处要弱 他嘴角微度上扬 此乃是我现熬下玉 异蛇族所炼制而出 其中生灵 以异计之 最终互吞 仅剩百万 今日便让你知道 一道的可怕 话音地成当中 无鬼尽数飞奔去 让人今后的事 其中竟然定有万尊海象厉鬼 剩余的宗师同道 皆有当他们出的 厉那天地变 就连查那情的气 也瞬间被压制 竟然不是其的对手 菜坛之内的重修士 皆是脸色大变 满脸惊恐 疯狂地往外逃量 因为这些厉鬼在散开刹那 向着四周奔涌而去 也向他们奔来 但这些人 启示厉鬼的对手 纷纷被缝身咬 顿时凄厉的惨叫声 不断在茶谈当中响起 这可把蚂蚁他们 看得心惊胆战 好在厉鬼都绕过了过去 并未伤害他们 但他们能够看到 这些厉鬼在绕过他们时 露出的身险欲滴模样 恨不得直接吞了他们 而这也没有让他们松一口气 反而是越发惊恐 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认为奴隶 只怕也会入魂翻成厉鬼 这可比死还要更加痛苦 若是跟上帝一样 他们也不会有这般下场 因为达到灵海经后期之后 就算是物神经大能 也无法抽取灵魂 炼化厉鬼 但奴隶就不一样了 可以随时抽取灵魂 反抗不了 他们反而是羡慕起了上帝 这一刻他们彻底绝望 也万分后悔 早知道不如一死白了 还能落得个好名声 不会影响到自家势力 但现在再后悔 也已经没用 封已见到自己的人 一个个被厉鬼吞噬 目自欲裂 住手 这些都是我的人 我的人哪 他本来就没什么人跟随 现在都还死了 怎能不怒 同时 厉鬼在吞噬完人后 向着四涌洞而去 开始吞噬四周血雾 破这儿出 想要破阵 痴心妄想 我知阵准备十余年灾 又岂是你说破就破 顿时间四周星光大胜 无尽心柱喷涌出 如同暴雨袭来般 向着厉鬼冲去 轰隆 双方间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竟是不分胜负 蛇灵老祖冷哼一声 垂死挣扎罢了 他伸手向着虚空而去 手在途中 竟然不断变长变大 竟然是化作一只巨大长蛇 向着虚空咬去卡 这一咬 虚空破碎 纵然阵法再强 但始终只是阵法 在物神镜面前 依旧是不够看 但是为了这一天 封已不知做了多久的准备 又成会就这般放弃 想要毁我心血 那就从我肢体上踩过去吧 他怒一声 猪身血气翻轨涌出 竟然以自身精血为媒介 激发茶谈之中所有的阵法 一道道沉闷的敲击声不断响起 伴随而来的还有悬音 悬音一过 所有厉鬼 哥斯底里的叫着 大受影响 就连蛇猿老祖的手 所画的灵蛇 同样如此 惨叫不断 杀 不仅如此 杀生四起 血雾当中不断有亡灵杀出 冲向厉鬼 为对付蛇灵老祖 风仪可谓是手段进出 竟然真的暂时抵挡住攻势 而在另外一边 方尘和梦瑶不断深入血池当中 不断往下的二人发现 这血池竟然无比深 他们已经下沉百丈 竟然还看不到底 同时 梦瑶感受到身体越发灼热 哪怕自己利用法宝 将这些粘液尽数抵挡在外 但这其中蕴含的煞气 却是能够不断渗入他的体内 而且这股煞气非比寻常 他也无法排出 而是死死地缠在了身体之中 梦瑶眉头紧锁 这股煞气的强悍 出乎他的预料 也让他相憾淋漓 意识逐渐模糊 该死 他写一声望向前面的方尘 下意识想要呼唤 却发现自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怎么回事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他 此刻也开始慌乱起来 同时意识到 这股燃气有古怪 就在这时 突然他感觉到手被人给拉住 顿时让心的他 有了几分安全感 抬头望去发现 方不知何时在他面前 他正要说什么 却是被其拉入怀中 顿时梦瑶感受到 一般轮回之力涌入他的体内 将那古难的煞气 直接进化调方斩头颈 问 你对付不了这气 梦瑶白了他一眼 倒真以为谁跟你一样 在轮回一道上 有着非凡成就不成 这里的煞气十分易 并不寻常 其中通寒的可不止解气而已 还有另外一星 并是深入这股利星也有强大 那个风蚁并未追杀而下 只怕也是这个原因 方能够感受到 体内小塔的魔洞 不可知否地点头 他能够肯定 这般能量 必定和小塔 所要的东西有关 但究竟会是什么 二人不断往下 但越是往下神色 也越发浓重 四周黑红粘液 越发厚重 就连体内轮回世界术 也都开始支撑不住 这让方尘眉头紧锁 他之前临转深入不过如此 若是继续还是这般 他也只能被迫放弃 又入实障 梦眼神色 越发惨白 哪怕是仅仅倚靠 在方尘身上 也像是即将承受不住 梦尽管意识逐渐模糊 但也是注意到 方尘不断往后望来 勉强露出一抹 笑容怎么 心疼我 方与我担心的是梦尧 又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 嗯呼 突然梦尧梦哼一声 整个人彻底地倒入 方尘怀中 方尘连忙将他抱住 并停下 继续往下的打算 再继续深入 梦尧绝对无法承受住 倒是真就会殒命 看来是我拖累你了 你把我放开吧 自己下去就行 梦尧勉强提力说道 没用的 方尘摇头 我自己只怕也是 无法承受住太久 只能另寻他法 不过 就在这时 他体内的小塔 突然爆发出淡淡微光 并涌入轮回世界树中 顿时刚刚还有些 淡的轮回世界树 再度光芒大胜 像是又长大几分 爆发出的能量 也再度笼罩方尘二人 不受四周意气的影响 方斩微微一味 倒是没想到小塔 竟然轻出手 通常都是他即将抵达时 小塔才肯出手 但现在小塔 居然提前出手 足以说明 此物对他的祸 可谓是极深恩 怎么突然你的轮回一道 强了那么多了 孟瑶感受到体内的煞气 再度被方尘的轮回之力排出 颇为惊讶 又盯着他 道你不会 没有出权力吧 就想着吃我的豆腐吧 方尘一脸黑线 冷冷到 我就不能突然顿悟 孟瑶然一笑 别不好意思嘛 这身体也不是我的 我又不是 不给你吃豆腐 方尘直接不理他 继续深入 在深入摆仗之后 二人终于是抵达了血池底部 血池底部并非是土地 而是一片漆黑虚无 就好像是 通往另外一片天地般 看得见摸不着 二人来到这片虚无面前 方尘伸出手 缓暖地触摸着这片绿无 可猛然间 似乎是有一股力量从中出 将方尘拉入其中 方尘一惊 连忙放开孟瑶避免 他也被拉入 但孟里见他被拉入 下意识也拉住他的手 二人直接被拉入 这片虚无当中一刹那 血池中又恢复寂静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祭坛外 此刻大战依旧 尽管封乙确实手断了德 但面对的终究是蛇灵老祖 在坚持绊住相后 最终还是坚持不住 查谈阵法 层层破裂 因为大战太过激烈 顶上直接被掀开 太阳照耀进入主祭坛中 至于那些场馆 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皆是断裂 但只要主祭坛没事 这些也只不过是小伤罢了 可是现在阵法 尽数被破 那蛇灵老祖下一个目标 必定就是主祭坛 他喷出树口鲜血 神色惨白无血 精血更是消耗大半 已经无力对抗蛇灵老祖 蛇灵老祖神色淡然 却有些不耐 他居然被一只灵海蝼蚁 给拖延这般长的时间 停 你有取死之道 他双手像鞭子一样 挥向风蚁 打算直接要了他的命 风蚁见此一目 满不甘 自己大刀未成 难道就要死在这里吗 大胆 突然 一道女子 声音响起 随即一道俯光闪动 将蛇灵老祖袭来的两条大蛇 斩成两段 蛇灵老祖一惊 遥望高空 那里不知何时站着一位女子 一身红衣如嫁衣 艳丽夺目 倾国倾城 一身红衣 横尾 二丝 一身